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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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Leo人生太無聊 所以沒有尼妃啊 他可能就會跳樓了吧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對養出來的價值觀 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要為社會有一點貢獻 你覺得這件事情 在你的生命裡面重要嗎 I don't care 為什麼你要貢獻社會 有人在看我 大家午安 歡迎來到公視計時導演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Ember 公視計時是一個由眾多紀錄片組成的節目 涵蓋多元的議題 忠實呈現台灣在各種層面上的真實 以及各類觀點上的透視 1月底前每週五晚間10點 都會在公共電視和大家見面 那麼本週五1月14號要播映的 就是剛剛大家在開頭看到的影片 雙面草里歐 我們非常榮幸 今天邀請到導演潘信安 一起來和大家暢談 享受印錢導讀的好時光 歡迎信安導演 也請您先自我介紹一下 讓大家認識 Hello 大家好 就很謝謝大家能夠 就是看這樣的一個印錢導讀 在還沒看影片之前 然後我的名字叫做潘信安 然後一直以來在關注的議題都比較是 偏向社會公益類型的議題 那很大的原因是因為跟我小時候一路 在一個佛教家庭長大 所以我自己也算是一個很蠻虔誠的佛教徒 然後在各種服務的歷程上就是 從很小很小有機以來就是在 你明明搬不動什麼東西 但是你就是出現在志工場合裡面 然後想想看那種五六歲的小孩搬著椅子 這是我長大之後看到小時候照片 想說哇你根本不是去那邊當志工的 你是去幫倒忙的這樣 但就是這種可能服務力它的精神 在我的價值觀裡面 是我養成很重要的一個狀態 那會想跟大家先初步的介紹這個 我自己的背景也是因為 大概就是帶著這樣的一個背景跟價值觀 長大而遇到這一個我片中的主角Leo 那他的變狀況叫Nithia 那我會拍這樣的一個變狀況後 也是因為帶著我生命中的一些探索跟疑問 然後來完成這部片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比較像是藉由我吧 然後在遇到了Leo這樣的角色之後 我們所撞擊的一些火花 所以大概是中文的背景 然後一路到會拍著這部片的一點小小的動機吧 聽心安的分享真的是覺得 是有為青年來著 其實你很年輕啊 你今年是25歲對不對 拍的時候25歲 拍的時候26 好長一歲了 剛好跟曹李歐是相同的歲數 對那當初是兩位是怎麼樣解釋的 為什麼會讓你產生這個動機 對這個人產生這麼好奇 然後進而想要拍成一部紀錄片的作品 那同時也請導演簡單介紹一下 雙面曹李歐到底是要怎麼樣來說曹李歐的故事呢 OK 我覺得怎麼認識這件事情還挺有趣的 先從找題目開始好了 因為對我來講就是一直以來在做題目 像我剛剛說都是一些社會公義啊 的議題這樣 比如是關進環保議題啊 關進海洋垃圾啊 然後去拍淨灘啊 或者是拍一些 兒童相關的啊 弱勢啊 找聊啊 這些都是在我的服務範圍之內這樣 然後甚至我也做過了很多 募資的策劃這樣 那所以當時 當時對我來講我覺得拍片只是我的工具 就是 在我大學開始穿工作室之後 我就覺得說 其實拍片對我來講是一個宣傳 我想跟你講這個社會上 有很多值得你關注的事情 所以我要很大力很大聲 很簡單很好玩 很努力的跟你說 對所以你花了這樣的力度其實 都在這些社會議題上 對然後一直到有機會在 這部這部雙面潮流 是我現在在大逆光影音製作有限公司完成的 然後非常重要的是有兩位製作人 就是也是兩位公司計時之前拍攝過的導演 就謝辛志導演跟陳志安導演 那有在他們的陪伴一下 他一直跟我講說 就是除了我們做這些案子之外 我們有沒有自己想做的創作 所以他鼓勵我去做到一個自己創作的時候 你會突然發現 其實要面對自己的創作的時候 還蠻多時候 都還是是自己生活中的疑問 或是自己的狀態 對然後我也覺得 從大概拍網路短片 或是拍廣告或做行銷 一路到真正開始在磨練紀錄片 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開始開始理解 為什麼你這麼喜歡看紀錄片 或這麼喜歡做紀錄片 它雖然相對安靜 但更多時候是在探索自己 所以你拍了很多 你後來拍了很多的題目 它都會跟你的生命狀態有關係 對所以其實我們當初在找公司 就是新創紀實這個題目 要找創作的時候 我覺得有這個 其實有一個提案還是蠻重要的 就是在公司提供這樣的一個 新創紀實案子 然後我以前也非常喜歡看 新創紀實的各種片子 對就是它從 甚至在更久以前的紀錄觀點的時候 的片子我都有拿來看這樣 但是在那個時候對我來講就是 我非常喜歡的一種實驗性的風格 然後它在紀錄上挑戰了很多 不一樣的事 然後同時也帶給我們很多衝擊 那個衝擊比較多是 我不再只是講清楚而已 我更多的時候是給你一個很深刻的感受 那個感受是你自己的生命經驗投入了 所以你有這個感覺 所以在這樣的前提下 我們開始在找題目 其實我跟Alpha 就我跟非常重要的 我都是這部片的另外一位導演 應該是A寶這樣李星成 然後為什麼是它 是因為我們兩個其實是一起寫案子 一起投案 然後一起完成這所有的片子 每一場他都有到 然後至於為什麼最後導演 是只有我呢 是因為最後的題目好像跟我太靠近了 靠近到就是有點私密這樣 對 所以我後來遇到潮流 是因為在那個 製作人他們之前拍攝一個現場 遇到了這位變動皇后 然後這位變動皇后 他就是很張狂的 所以他說來拍我啊 來拍我啊 快點來拍我這樣 很像他的作風 很像他的作風這樣 對 然後其實他們也就是 提說他們遇到一個蠻特別的人 然後想不想認識看看 然後對我來講就覺得 那就是甜調的過程是多認識人 然後多理解各種不同的故事 你會對什麼有興趣你也不知道 可是對我來講其實對 我並沒有覺得 我會這麼樣的覺得 我要花一年的力氣在一個 所謂的性別平權或是LGBT的 的一個case上這樣 而這件事情的探索 好像不一定是我現在想做的 當初我當然其實是抱著一個 認識朋友的心情去的這樣 那當我到了他家之後 有沒有他就非常的 shock我這樣 第一我當然知道他跟我年紀一樣 我也看了一些他的資料 我知道他是一個非常做自己 非常在自己世界的人這樣 與其說他做自己 不如說他只在自己的世界裡 對對對對 所以可能做 可能在自己的世界裡 是更精準的情容詞這樣 他就叫我坐在他的房間 然後我的房 我覺得人生可能沒有在一個那種 旁邊全部都是那種 各種禮服啊 然後開高叉啊 低胸啊 然後各種 然後還有各種 所以他房間就是像工作室的樣貌 各種馬甲 然後各種不同Size的 服裝間 對然後他就一邊呢 他就完全沒有理我們喔 他就在那邊縫 縫什麼呢 縫他的胸罩 我說你在縫 他說我在縫我的奶啊 你看不出來嗎 我說 喔 好 你知道我幫你 你當場有尷尬嗎 尷尬啊 你要講什麼 好 OK 對 所以 從那時候開始往後 你當然問了他很多 生活上的事情啊 他為什麼想當jacklyn啊 開始看到他跟他媽的互動 對他跟他媽的互動 就是 與其說朋友不如像 不如說是相恨相殺的仇人 但是非常愛對方 這樣就是刀子嘴豆腐心這樣 對所以你看到他們兩個互動的關係 是沒有所謂的階層之外 也沒有所謂什麼掙扎 或是要相互尊重 不需要這回事 他們兩個本身的存在就是兩個個體 而這兩個個體只是因為有血緣關係 剛好在同一個屋檐下 然後互相的嘴對方 或互相的就是看不順眼對方 但是也是愛對方的 對所以你開始越來越覺得 這個關係好乾淨好純粹 我常常覺得 我們這個世代很常在說什麼做自己啊 我們這個世代很常在說 你要跟隨自己的內心啊 對然後你也看過一些同志 或是一些變裝的drag queen 或者是一些網紅 你會覺得說他很大力的在說著自己的 一些訴求跟權利 我們知道他需要對抗些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曾經的傷害會對他來講 他需要長出一些盔甲 而這些盔甲是要去跟社會對抗一些 他本來應該有的權利 對他可以如果好的話 當然可以不需要這些盔甲嘛 因為他本身可以更自在的活著 而我覺得Leo就是這樣的狀態 他沒有什麼傷痕 所以他也不需要去對抗些什麼 他從小開始有點不一樣的時候 他媽媽就發現他開始有點被老師霸凌這樣 他就把他帶去看心理智商師 甚至國中高中都在一個非常自由的學校 對然後那個學校就是苗栗全人實驗中學 那個自由就是你不上課就不上課 你要在宿舍就在宿舍 他給你全然的空間等待你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對所以你再回過回來對比我自己的生命歷程 你就會開始覺得 哇我就像是在宗教裡面 我們常常需要很重要的事情 是用外在的遺軌 約束你內在的心境 對這是在所有宗教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你不論是禮拜啊 或者是像我們 像我現在還是保持的習慣 是早上會禮佛會靜坐 讓我的內心是寧靜是安靜 可以去思考的 那這些事情其實 對小孩子來講 他有時候是只有外在的規範 但並沒有理解 沒有理解的時候 你就並不會有 心裡不會新奇一些感受 對但是在一路在 對我來講就是 我其實本來是一個蠻安慰為什麼的人 對我就會一直問說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規篇 所以你這一整年就從頭問到尾這樣 對對對 問曹底歐也問你自己這樣子 沒錯沒錯 應該把他搞得很煩吧 一直在問他差不多的問題這樣子 對就是一直在質疑他 而且我會面子 挑戰他 對就是你前面講什麼 後面講什麼 是這個意思嗎 然後他的中文又不太好 表達你也不好 你通常是什麼 曹底歐知道你這樣講他 知道知道 我上禮拜剛好放片子給他看 給他聊聊這樣 對 他就邊看的時候邊說 你說的什麼話這樣 因為我們是裡面寫一些旁白嗎 對 他說拍他很有罪惡感 對 他又覺得說什麼叫我罪惡感 我很糟嗎 我沒有吧這樣 我這麼優秀 OK OK 好好好 就是你跟他的對話 大概就是一直的過程 然後對我來講也是因為 我以前很愛問為什麼 從小到大都是 所以我在每一個挑 在每一個儀軌 每一個服務的過程中 我都會很喜歡問你為什麼 你這件事情 到底帶給我內心的 什麼樣的一個成長嗎 還是他 為什麼需要遵守這件事情 因為我覺得當你搞懂之後 你才可以有機會真正 對這個約束是有意義的嗎 不然這個約束 對你來講 就只是一個很莫名的束縛 對 所以我覺得當我在這麼小的地方去 在很努力的找到一點自己的狀態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完全的留了長頭髮 跳了少女時代 然後在國中在高中 他就在他的自己世界裡了這樣 對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令我非常感到好奇吧 甚至你有時候會覺得 他這樣是不是才是真正的活著 對對對 就算 不是講講諷刺一點 就算 我知道大家都可能覺得 大家看了這部片之後 大家都會對有為青年這四個字 非常的有 有一個 你自己對自己定義的 有為青年 然後大家就會說 對有為青年這樣 對你就會開始覺得 當你得了越多獎項 然後 他也像一個框架 好像覺得有為青年 身為有為青年 我就應該要怎麼做 沒錯沒錯 我覺得 我覺得我可能並沒有要 要對抗這個框架說 我要變得很不一樣 但你必須要搞清楚 你要確認好自己沒被獎項 沒被掌聲 沒被框架束縛 你接下來要做什麼冒險 跟挑戰跟探索 都是允許的 對我覺得 我必須要 我覺得我不能上市這樣的勇氣 所以這部片我覺得 更多時候是這種感覺 是 我可能今天沒有要特別 就做一件某件事情 跟對抗我家人 對抗整個社會體制 他們講說我接下來就要變 對抗你了 或是我接下來就是要 幹一件不一樣的事情 我要變成不一樣的我 對 但更多時候是 你知道你在做每一個冒險 跟每一個挑戰的時候 你都有足夠的能量 跟自己講說 我並沒有要被這些掌聲 這些獎項 這些別人眼中的你 所框架 對 然後這些事情也非常的重要吧 因為我 在我其實我記得 我決定要拍他的時候 就那天晚上 那天下午跟他聊完 決定要拍他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跟他第一次對談完 就決定要拍他了 對 我第一次拍完之後 我就回去就跟 自愛大人跟新事長人聊天 他們就覺得怎麼樣 我說有可能是他 然後他們說 為什麼你們 你是想要拍他什麼地方 對 然後我就是談了一些 我對 對他的那種純粹的看法 然後另外當然還有 因為我國中高中 可能在做志工的過程 大家都會覺得我是做 老師喜歡的事情啊 反正你就很亮眼啊 小時候當主持人 然後很了不起啊這樣 對 然後這樣自己也就是 覺得自己功能很亮 就有點白目吧 所以其實 不同階段都有被不同的 霸凌或全班公幹的經驗 對 有為青年也被霸凌過 我覺得這還蠻正常 然後就乖 因為片中有呈現說 就是其實曹里歐 他曾經在年輕的時候 小時候也被霸凌過 沒錯 那一般我們會覺得 像他這樣子 比較走特意讀行風格的孩子 會比較有這樣的機會 但導演您本身也有這樣的經驗 還蠻大人訝異的 我覺得那經驗還蠻 蠻shock我的 就是第一開始進去 我就被選上班長之後 然後就有人說 反正他就是 然後就剛好就有電視台 剛好來採訪 就大家一定剛好來採訪 新生入學這件事情 然後就知道 因為我以前是電視台的主持人 所以他們當然就抓我訪問啊這樣 他們就開始說 潘欣安打電話叫電視台來採訪啊 當上班長了不起啊這樣 然後這樣老師們可能都 某某程度上認識我 我知道是誰 對 然後上課的對話就多很多 然後你知道小時候 你也不會什麼叫做避風嗎這樣 對 然後我就在某一天晚上的宿舍裡面 我就聽到別人就講說 欸我們全部一起不要禮拜 現在不准跟他講話 因為他很煩啊 他自以為是什麼什麼 當班長了不起啊這樣 然後就躲在妹妹裡面偷哭這樣 國一嘛那時候 然後接著也都陸陸續續會有這些事情 甚至會被教室學校走狗啊這一類的 所以 但我的個性可能是跟 我覺得這件事情跟媽媽的價值觀很有關係 也跟整個佛教的價值觀蠻有關係的 就是我們都會說要結善緣不結二緣 但結善緣的方法有很多種 不結二緣的方法有很多種 但我們常常有時候用不對的方法 就是所謂的把熱臉貼冷屁股 然後呢還傷害自己 覺得自己一定要改變 我要去符合他 然後我每節下課都還要問他 你要吃什麼要幫你買嗎 你要買飲料嗎 你要幹嘛嗎 我就覺得那日子過得非常痛苦這樣 然後當我跟Leo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Leo就在看著我 你幹嘛啊 你怎麼會拿熱臉去貼人家冷屁股 你有病嗎 他開始呈現一種 他開始跟我講 教我怎麼過 或是教我他怎麼樣 關掉外界的聲音 關掉外界的聲音 對 Ember看得非常認真 我講台詞出來是 對 完全都是裡面的台詞 是是是 所以我覺得看到我過去的這些生命 今天我覺得我花很大的力氣在掙脫 別人對我的眼光 然後在確保這件事情是安全的 然後甚至是覺得說 好 我知道我要怎麼樣繼續前進 對 但是在他身上你看到更多的事 不一定是你要跟他一樣 是你知道他給了你另外一種勇氣 對 對 對 然後那個勇氣是讓你覺得 對 對 對 我有機會的 對 但說實在在決定拍攝的時候 就只是因為我覺得我的背景和背景 那個極度迥益的火花 我覺得勢必會產現一些變化 勢必我帶來這些疑問 我帶來這些疑惑這些探索 去問他 去在拍攝過程裡面理解他的時候 他可以帶給觀眾一些 兩個同樣年紀的青春 在徬徨的過程中 怎麼在這個 我是誰的這個議題裡面在探索 因為我覺得在二十幾歲的 我們剛入社會的狀態 其實就是在找這個世界 我要站在哪裡的 一開始的很重要的一個分水嶺吧 對 然後那個分水嶺 對我來講就是一種探索 而對他來講我相信是一種探索 所以我覺得更多的時候是想要把 我們這個年紀的青春的探索 藉由這部片有點呈現出來 所以他一定沒有答案 也勢必不會有答案 從導演剛才分享可以發現 你真的很愛問問題 就一直自問自答自問自答 我都沒有時間問你問題 就把所有的都講完了 但是蠻有趣的就是說 其實這一段的心路歷程 你也對自己有很多的剖析在裡面 我們知道最後你也把自己的角色 投入了這段劇情裡面 也變成是演出的一部分 這是當初就預設好了嗎 還是說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你決定說 我今天要把我的角色 帶入到紀錄片裡面 成為裡面的一環 其實從我去公視提案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們其實已經拍了一陣子 然後也做了樣片 然後提案這樣 那時候評審其實就問了第一句話 就是說導演也要把自己放進去 對我來講就是 那時候還沒想到嗎 我們可能要看形式再來決定 好官話 沒錯沒錯沒錯 那時候我心裡想說 好像有可能欸 但好像不太想這樣 因為我覺得把自己放進去有點 還是有點太私密了 然後放進去自己的時候 你其實還蠻會害怕的 你知道嗎 你有在演出嗎 還是說真的就是你 你有刻意在演嗎 是一種真誠 對然後你挑戰了觀眾 對你的信任跟真誠 然後另外是你挑戰了自己怎麼樣 能夠不幫自己講話 這個意思是說 你能夠好好的去把某一個 因為你知道我們剪 在做一個紀錄片的剪輯的時候 你永遠不可能 把這個人的故事的全面表現出來 你永遠是選了一條 我們想要你觀眾閱讀的線 而那條線代表可能是他這十年 這二十年的過程 但這絕對不是全然的他 這一定是某一個部分的他 而這某一個部分 他帶給我們一點歧視跟撞擊 但是你動刀別人某一個部分的他 你當然容易啊 因為這種故事線啊 不重要就丟掉啊 但對你自己把自己放進去來講 你要怎麼動刀自己 你要怎麼樣去想別人會對你的看法 觀眾對你的看法 然後還有你自己對自己的看法 所以當這些東西繳獲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要拍自己進去 我覺得還是一個蠻大的痛苦的這樣 然後所以當初其實是拍到八成的時候 才決定要把自己放進去 所以大概拍了六七成 但是我依稀一直覺得會有我在裡面 所以我就時不時的有拍一些像 畫面有一個亮相的那種鏡子的反射啊 那些都是有意識的情況下 我覺得我可能有機會會進去 但是不管怎樣先拍著 不用就不用 但要的時候我還有蔬菜 所以我比較不是說 一直拿著鏡頭有自己在裡面這樣的對談 反而是你知道有一個 有一個被射者與拍攝者的關係 這關係必須要被建立起來 而這個建立是藉由現場的談話 來來回回的這些對談 跟你有意識的去帶著觀眾去 弄你的角度認識他 對所以後來 決定要變裝其實還蠻重要 是身旁的夥伴 還有製作人們這樣推了一把 這樣覺得 我們討論很多這種可能 就是變裝要為了什麼 是為了對抗些什麼事情嗎 那如果你只是對抗一個 別人心目中有為欺利的形象 不太會做這種怪異的事情 那你只是一個獵奇 那當騙子成為獵奇的時候 就蠻危險的 我原來只是在看一個奇觀 那我認為在紀錄片裡面 我們不太適合只看奇觀 我們更多時候 應該要藉由這一個現象跟奇觀 最終是要回到自己 所以那個真誠還蠻重要 所以那個真誠就會勢必 是我拿出多少誠意 你們會相信 或是信任我 把自己的某一些部分 投入了片子裡 所以你就會有感受 剛剛導演有說 其實你加入演出 你也是一個變裝的角色在裡面 那對於你自己來講 是第一次穿上高跟鞋嗎 就是這些都是第一次的嘗試嗎 那當初的 就是真的這樣做了 因為預期這樣做 跟你真正嘗試的 那個實際走在大馬路上的感覺 一定不一樣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一段變裝之後的這個心路歷程 有沒有讓你更貼近朝裡有一點呢 第一個是化妝的時候很痛苦 就是我平常自己也會上妝 但是我絕對不會上那麼厚的妝這樣 對我邊被他上妝到邊被罵這樣 為什麼鬍子沒刮乾淨 你沒毛有沒有修啊 欸你一毛怎麼沒刮啊 你怎麼穿四腳褲來 我說誰會知道啊 你有跟我講嗎 對諸如此類的問題 噼里啪啦的這樣子一直來 對然後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我由衷地讚嘆 每一位女性穿著高跟鞋走路的時候 我是非就是讚嘆你們的腳 你是哪裡找到那麼大尺碼的高跟鞋啊 他的啊 他借我啊 我跟他腳差不多這樣 對他所有的衣服啊 美甲那些都他自己做的嘛 所以他就是 我剛好我跟他的賽事差不多 所以我穿他的高跟鞋 我穿到後面就看到我把高跟鞋拿起來 赤腳走路 你穿多久的時間 就整個變妝從開始到完成 他花多久的時間 開始到完成大概花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化妝 然後我其實沒有到變到很完整 就是他還有很多的各種部位的一些修容 那些我就沒有做這樣 對然後我也沒有裝假奶 我就是這樣穿了就走了這樣 對然後走在路上大概走了 應該有20分鐘到半個小時 走在那種白馬線上去買引擎眼鏡 你還去買東西啊 對那也不是塞的 那是因為真的沒有引擎眼鏡 然後戴眼鏡那個妝會 那個妝會有點一直黏在上面什麼的 所以 對是這個原因 然後我也沒有買引擎眼鏡 又被他罵一次 他說 你不知道皇后要戴引擎眼鏡嗎 我說誰會知道 對所以我就去買引擎眼鏡這樣 然後引擎眼鏡的那個老闆就看著我 一臉忘了 所有路人也看著我 開始理解到什麼叫做 所以你有感覺 就是大家都用偷看的態度這樣子 偷偷看你這樣子 那偷看很明顯 對 你還要避免跟他正面之勢 因為別人 你還要打招呼嗎 還沒有這麼瘋狂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有點想把自己躲起來這樣 對所以一路到變裝後你就會 你就會覺得 哇 原來Drag Queen的感受是這個樣子 對然後 與其說更靠近他一點 也不如說更感受到什麼叫做 創上了一個盔甲的感受 對 有時候其實是給自己一個理由 或給自己一個說法 對 我現在是用不同的狀態去面對 所以你可能更有機會 產生一些對話的可能 我常常說 就是在這部片裡面大家都會說 那你為什麼要變裝後 回去打媽媽嗎 對然後 但我覺得對我來講 找媽媽這件事情可能是很重要的關鍵 但關不關鍵的不一定是 Drag Queen回去 對 剛剛是到這部片的軸線 所以我剛好Drag Queen 就是變裝後回去 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我們其實很難 不太會有機會 突然就是要坐下來 你要跟你的家人 跟你的重要關係 談談過去 談談現在 談未來的關係 很多時候他需要一點機會 很多時候他需要一點理由 然後有某程庄 節日的創造也是 是給我們一些理由 然後談一些話說一些事情 對所以我覺得變裝 本來是剛好開啟 在開啟一次這樣的對話 或過程 然後他去撞擊 平常日常不一樣的我們 然後開啟一些對話 而大家都必須 或是一定得認真聽 他不能 因為攝影師 一人攝影師放在那邊 二來是你變成這樣去對話 所以他必須得坐在那邊 聽你講一項講的話 你也必須聽完他想說的話 對然後那個必須就會 才會真正的產生一些化學效應 或一些內心的感受的改變 對這大概是 後來為什麼覺得變裝 還蠻重要的原因這樣 所以所有人看到 知道我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跟我講說加油 所以當天媽媽真的是 在不知情的狀態下 看見你一身變裝的狀態 出現在家裡這樣子 對啊我媽還是剛睡 剛午覺睡醒 一臉猛腫的樣子 所以完全都是在很自然的狀態下 對因為你那天其實 情緒還蠻激動的 就是對你來講 是就是真的一個 面臨一個很震撼的感受嗎 還是說太久沒看媽媽 能夠坐下來好好的聊 所以那是一個自我去解放的 一個過程 嗯我覺得可能要分兩個部分說 我們先講片子裡的好了 就是在片子裡 大家看到我跟媽媽的對談 其實是場次不到三分鐘 他其實蠻短暫的 對然後媽媽當然給 馬上給了一個很shock的反應 就是這是誰 這應該不是我兒子 你敢這樣玩就怎樣 然後你看到我在那邊發 呆置住的臉聲這樣 對然後這場對談 有兩到三個小時 對但我怎麼選擇片段在裡面 就是我從一稿開始 一錄二稿三稿四稿五稿 就是非常大的跟動這樣 然後其實在一稿裡面 放進了非常多我們的對談 但你會開始發現 在這個篇幅下 你講得越清楚 你跟媽媽的關係狀態 反而越不清楚 對我的意思是 對觀眾來講越不清楚 對所以我覺得觀眾 可能只需要一種 很經典的影射 就是他一開始只需要 弄個標籤知道 所謂的有為青年 他後面只需要知道 我跟媽媽對談 產生一些所謂的期待的落差 或是你知道這個媽媽一定有 很嚴格的價值觀 很崇高的價值觀 在約束著這群孩子 而孩子跟她的感情好不好 不一定重要 對可能表達太多 我們兩個感情好 反而會讓大家 對故事又遠了一點 然後沒辦法把自己的 一些背景投入 所以在短短那幾句話 所有人對那個媽媽 對片子裡面的媽媽 對片子裡面的媽媽 開始有很多腦補 對然後我聽過很多人看完的腦補 對不會認識我的最有趣這樣 然後我覺得那個腦補很棒 是因為那個腦補才代表 你真正把自己投入片子裡 雖然我必須說對我 或對我媽媽來講 還是有一些傷害在 我覺得那個傷害是 就是大家可能 不是那麼正確的認識我們兩個 對但是對觀眾 對片子來講很重要 因為這些事情 觀眾才投入了自己之後 同時他產生了自己的感受 他可能想到的是 他爸爸他媽媽 甚至他爺爺 是不是也曾經這樣 有這樣的一個對談 他更可以感受到 為什麼我覺得 Leo的純粹 帶給我們一些能量 對但對我來講 片子終究只是一個 我說話的結果 我作品的結果 重要的是在那場對談裡面 我們聊兩三個小時 而我跟我 其實我之前剪的場次裡面 我跟我媽媽的感情很好 場次是會剪到 比如說我晚上的時候 其實都會幫我媽媽按摩 就是在床上按摩啊 然後我是會睡在她的床上 然後跟她抱在一起睡覺 我是會躺在她的 就是大家可能如果 就剪太多 大家可能還以為我是媽寶 那種感覺 就是剛好我跟媽媽感情很好 因為我媽41歲才生我 我跟哥哥姐差1512歲 就是我們有點像是 最小的那一個 對 所以對我來講 那天最重要的是 你知道媽媽又再一次 講了她的擔憂 又再一次說了她的 她對所有人 家裡所有人 爸爸哥哥姐姐我 我們在那邊聊了兩三個小時 我哭著跟她聊 我曾經過去的一些 價值觀被你的影響 我現在其實只是想要確定 不管怎麼樣你都愛我 所以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家庭之間的關係的流 導演 好像有一點卡住 好的 好像訊號的部分有一點問題 嗨 導演剛剛好像有一點卡住 對對對 現在又好像穩 好像訊號 對 正要講到深情的拇指交流 就斷掉了 我說我跟媽媽的 那個對談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情 可能是我們都知道 到對方 好 現在網路上又有一點不穩的狀態 在做什麼 好 好現在好像又比較毀了 這樣可以嗎 嘿 斷斷續續 為什麼會退 因為我是連WiFi 可能是網路有一點不穩 那沒關係 我們順便來看一下網友的問題 好了 其實是有人提問說 這部影片播出之後 不知道媽媽看過了沒 然後有沒有影響到 你自己跟家人之間的關係呢 就把它定位在一個所謂的表演 或者是說 其實我們比較好奇的是說 是不是 你真的藉由這樣一個影片的一個方式 和自己的家人 做了一個很好的情感交流 跟一個彼此接間關係的坦承跟昇華呢 噢 哇 問問題的是我學妹啊 幫你家人做了一個很好的情感交流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跟一個彼此接間 好 呃 跟家 第一個是我媽媽還沒看 對 因為剛好家裡最近就是長輩去世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他們還沒有足夠能量 大家一起坐下來看這樣 對 然後勢必是會給家人一起看的 因為我覺得 呃 我很佩服我媽媽的過程是 他們其實上一輩的價值觀是非常非常強烈的 對就是我媽小時候 然後我還好出生的晚啊 我媽小時候是少一分打一下的人 對 就是會 就是對我哥我姐是少一分打一下 會發貴啊 然後很兇悍的那種 對 然後他一直到了佛教裡面之後 他開始弄所謂比較愛的教育啊 陪伴我們這樣 但你知道他心目中有一個很強烈的價值觀 爸爸也是 就是呃 什麼樣是對的事情 什麼樣是好的事情 我們要為社會造成影響力 這些事情都是很強烈的存在 對 但是他很願意一直被我們打開 然後我們可能三個小朋友不停的會用不同方式 衝撞他一下 撞一下回來一下 撞一下回來一下 我們都知道我們深愛的對方 對 而這個愛我們有機會被說出口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我們情感 建立完整的地方 那接下來是 就算我們都愛對方 但一定會有很多相互之間 沒有辦法去尊重的 或是沒有辦法去認同的 對那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是呃 你不能覺得你自己的價值觀 現在就是 我不知道大家大家長大了會不會這種感覺 當我們年紀月大約會覺得 爸媽我們需要跟他講 這個社會的潮流就不一樣 這個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你不能這樣想 可是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就回到了小時候 你爸媽教你的樣子 對就是 你怎麼變成那一個 你小時候討厭那個人 你在跟 你在指責他 跟他講說這個社會應該怎麼樣 對 所以我覺得更多的時候 要是藉由討論去理解 讓他們知道我們這個世代 為什麼狀態不一樣 為什麼他們所謂的 不太能吃苦的狀態 我們在追求 自我實現的過程裡面 會遇到什麼認同的問題 對所以 我覺得在片子裡面 最後跟媽媽的關係 你不會知道說 呃 他比較不像是 我是同志 我回去跟媽媽講說 好媽媽終於認同我了 對 沒有這麼狗血 也沒有這麼順遂 也沒有這麼直接 因為他畢竟不是個戲劇 他畢竟 自我片畢竟是那個灰色的過程 而那個灰色的過程就是 啊我們之間 你知道他的關係 越來越不一樣 對所以我覺得 講回片子裡面的話 就是我們看到 曹理歐的媽媽跟曹理歐 他是很純粹的 兩個個體的關係 但他們相互的 會知道對方是互相牽系的 但那個牽系 並不是嘴巴說出 也不是行為說出 而是那種自己的方法去 保護住這個雙方的 個體的關係 而互相又牽連 我覺得 最好的一定要 現在你又卡住了 好 導演的那一邊網路 可能沒有那麼穩 我們趕快期待 他可以繼續再回來 好 哈囉 嘿嘿嘿嘿 好 聽到哪裡啊 好煩喔 怎麼會斷掉呢 我們再拉回來片中好了 其實雖然好像是在看 曹理歐的故事跟導演 您的那個人生的交錯 但是剛剛有提到 其實親情在這部片裡面 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包括您跟母親的一個 一個彼此的坦承 跟一個撞擊 那甚至也看到說 曹理歐跟他的媽媽的相處方式 也跟我們一般認為的這個傳統家庭 或者是傳統的教育形式 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對 就你的觀察而言呢 就是說 曹理歐跟媽媽的相處 那麼的像朋友 是不是 才會讓他說 能夠用這樣 很有自信的狀態 來出現在大家的面前呢 因為我們知道他小時候 其實也是非常害羞的一個人 我覺得家庭環境勢必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你在成長過程中 重要關係給你的影響 會非常的巨大 而影響你的所有的觀感跟 好的 很想法 導演你要不要先把那個 其他的網頁關掉 這樣子的話 直接就是 Facebook其他的網頁都關掉 也許網頁會比較順暢一點 我們就維持一個線上對談的狀態 對 盡量減少他流量的負擔 現在有 現在有 對 可能請你暫時就是 不要做其他動作 可能網路會比較順暢一點 沒問題 對對對 就是就您的觀察 這樣的一個相處模式 是不是也造就了現在的草里歐 能夠比較自在的 用他的樣態來活出自我呢 好的 導演你快回來 好現在因為導演說出的地方 可能 網路流量沒有很順暢 劉信安你現在應該可以了對不對 有嗎 現在有嗎 現在有嗎 有有有現在有 嘿 好 我覺得媽媽一定是影響 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關鍵 對然後因為你會看見 他們永遠都是各自獨立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對然後 很多人問我說 她媽媽會不會有什麼掙扎 她是經過什麼樣的談判啊 才有辦法成長成這樣啊 或是媽媽才有辦法轉變 沒有 沒有這回事 她媽本身就是個瘋子 她媽就是一個 跟Nithia一樣的瘋子 她們兩個個性一模一樣 你可以想像她會跟小孩在那邊 在那個她們家走廊 就是大家如果 呃 星期五看片子 都會看到她們在那邊互丟衣服 然後互嘛 或者是大家想要看更多跟 她們兩個之間的互動 請看 公式的誰來晚餐 你打變中皇后 對她們關係其實是很很平等的 很像朋友的 沒有所謂的上對下 或者是威權的這個對待 對 然後那種語言都很難形容 我們都知道所謂平等啊 相互尊重啊 然後要有好的教育的狀態啊 這些的媽媽 好像我們腦袋開始出現一些樣子 嗯 那些樣子我相信你都沒有看過 你一定要看片子才會知道那種 喔原來跟媽媽的關係 可以到這個狀態 對 然後這個狀態是你知道 呃 她們真的有某些很內心的地方 都是愛著對方的 但是她們表現的方法不一樣 對 你就可以想像 呃 就是 呃 我還沒看過片子都不知道啊 但是對Amber來講 前面那 那在夜店的幾分鐘啊 那個 Lio在談著自己的 就是月炮 然後被弄得多爽啊 怎麼樣之類的 她媽看到第一個反應是笑 嗯 就笑喔 她媽在看片子的時候 一直笑 就覺得很好笑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喔 你知道很多媽媽 其實大部分媽媽 應該看到都還是有點 不知道 有點不對勁啊 這我兒子這樣對公眾講話 啊這還拍成紀錄片 又在電視上 會不會怎麼樣 沒有 對於大部分的父母來說 孩子永遠都是孩子 有時候很難接受她長大了 是一個獨立個體的一個事實 這樣子 沒錯沒錯沒錯 這非常關鍵 講得非常好就是這種感覺 但是 他們就完全沒有 所以這件事情 本身它就成為很重要的一個關係 讓她可以這樣存在著這樣 嗯 那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整個拍攝過程當中 一直和導演你本身的主流價值觀 在不停的碰撞 讓你不停的提吻 那你有沒有印象深刻的場景 或者是一個拍攝的過程的經驗 是讓你感覺到跟自我價值觀衝突很大的部分呢 有沒有印象特別深刻的 嗯 那在片子裡面有一段是在晚上拍她在打地打表演的時候 對然後那天從早上五六點就去她家 應該七點才不好意思 大概七點多久去她家吧 然後一路拍 然後拍到 那天晚上低溫特報真的是那種八度吧 我記得 就像這幾天的天氣這樣子 對就是現在這麼冷這樣 就是低溫特報 然後我們就在夜店 然後就看著她表演 表演完之後呢 跟著大家大談她自己前幾天的性生活 的夜生活這樣 然後我就躲得很遠 弄長鏡頭掉這樣 然後我就聽著監聽 就拍了 從十二點拍到半夜四 三點 我在那邊等到 大概到三點載她回家 然後在那過程裡面我就一度想說 天啊 就是拍現在到底在拍什麼啊 就是你有點開始不知道 你這個片子為了什麼 然後那大概拍到一半而已吧 你有一點覺得 呃 我真的覺得我 我拍這個有意義嗎 我拍夜店生活是對的嗎 對 是我自己自以為說 我在她的身上 可以找到一些意義 對大家嗎 還是只是因為我沒來過 然後我很獵奇 我很想很獵奇 但我知道 終究片子不能是獵奇 那是什麼 你找不到答案 然後我覺得 可能在拍攝過程中 特別是創作最 最重要的就是這種彷徨感吧 你找不到答案 你很焦慮 你在拍攝現場一直在找 你怎麼看這些事情 所以你一回頭 剛好就看到一群 撿回收的 呃 阿公阿嬤吧 這樣 然後 你開始腦袋覺得 哇這不是我以前在做的事情嗎 我可能半夜來拍片 應該是拍這種東西吧這樣 對然後接著就很很 那個時刻太噁心了 那個時刻是我在拍街頭的空景 空無藝人的街頭空景 然後 突然就有一個賣花的 阿伯推著那個推車 他是身心障礙者 走路後一撥一撥這樣推過 然後就停在那一堆 在收攤的 的 的 夜店的狀態 然後就 他可能準備 批完花都要準備去賣 我猜是這樣的過程 對 那個那個時刻很魔幻耶 我想說我才剛想完這樣 就看到這個現場 所以其實我鏡頭擺著 我就走進去跟他買了一朵花 他講話也講不清楚 然後 少了我錢這樣 我把花送給了Leo這樣 對 其實這個段落沒剪進去 是因為我覺得 我怕 就整個會太太像演出 然後好像我刻意 對 但是我是很真誠的做完這件事情 然後把花送給了他 然後 然後他回去 就把花插在花瓶裡面 我又突然覺得 我用不同的觀點在看 看這個 就是我的我的主角 對 然後你把他 晚上又回到家之後 開始卸妝那種痛苦啊 數著那種隆令的錢啊 你突然覺得他很辛苦耶 這樣 就是你的心情 起伏在那一個時刻 就是因為你帶著很 價值觀 帶觀點去認識 去提問 去想知道他在幹嘛 而看到這個故事的實現 對 所以我覺得比較多的時候 那種想放棄是 你找不到看他的路 對 但你知道終究可能有些什麼 那些路 有時候我覺得轉折 都不是發生在主角身上 是發生在觀眾身上 觀眾藉由導演的觀點 被組織起來的故事 而這個故事在 因為你多知道了一些 他看待世界的方法 所以你改變了一些看法 對 所以 更多時候是你慢慢的去 撥洋蔥 慢慢讓他認識 一層又一層的他跟我 而產生了一些感動 對 在你們兩個彼此相處的過程當中 其實信安有分享過 對 可能中間也會產生一些 彼此互相質疑 或者是甚至 有吵架嗎 不知道 的過程 但是最後卻回到說 讓你覺得 其實你跟曹里歐 你跟妮菲亞 沒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這個心路轉折的歷程 是怎麼樣來的呢 因為我一直覺得我們兩個不同吧 所以我們其實去了全能實驗中學 也帶他回 片子裡面沒有剪接 但是我其實也有拍 我帶他回到了我花蓮的私藝學校 這樣子 對 所以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你一定可以感受到那種大環境的 Friend就不一樣了 我們對於一個人 所謂的完整的成長的價值觀 就不太一樣 的狀態裡面 他一再的跟我說一句話 就說 沒有我覺得我跟你沒什麼不一樣 他說難道你去讀全能 你會變drag queen嗎 你會變同志嗎 你一直很想找到不一樣就對了 對我一直很想找到不一樣 因為想找到原因嘛 那個不一樣勢必帶來一點原因 而這個不一樣有反差 這個不一樣有故事 這個不一樣可以帶給觀眾一些思考 對但你最終發現 其實是一樣的 對 其實他在最大的命題 我剛剛說那種青春的徬徨裡面 最大的命題就一樣是 我們都在找我是誰 我將要去哪裡 就是他 他可能就簡單到這麼八股的話 對 但是這麼八股的話 他需要藉由我們這兩個 極端天品的生命故事撞擊 而產生出來的27分鐘 我覺得勢必可以給觀眾一個 提問自己的機會 對 有時候這些話出現在一個很普通的時候 你都覺得它是個哲學性問題 就過了 但當你看到了我們的故事 在裡面交織的時候 你可能會多一點機會去想說 那我自己呢 對 然後我又怎麼看待我自己呢 對 所以可能你要能夠 確認自己到底是長了什麼樣子 才是最重要的吧 對 所以那種不一樣到一樣 然後最後是 就是在他做事情的時候看到我自己也會喜歡的那個眼神 對 你享受創作的過程 你發現都是雷同的時候 你就知道我們都在為這個自己想說的話努力 對 只是我還是認為他走得很前面 就是那個很前面是我自己心態沒有辦法 對 我們花很大很大的力氣在努力的用行為 用作品然後用創作用各種方法跟自己講說你自己不要害怕別人的眼光 不要在意外在的看法 然後要能夠更自在的決定自己想完成的事情 更自在的去看見自己的狀態 對 但是他似乎不需要這些掙扎 他就到那個地方了 對 所以那種不需要掙扎就到那個地方 是讓人家會被撞擊到之後有機會回到自己的 對可能只是很小小的事情 他只要看完 甚至他 我就知道我帶了一些朋友去看他的秀 看完之後他就跟我講說 他有時候長出來的力量就只是 他可以不需要在為旁邊那個難搞的同事 他每次都給我臉色 我不需要因為他的臉色而感到害怕 對 因為我在做一件 雖然麻煩到你 但是我就是做我自己該做的事情 我為什麼要為了你的那種 你所謂的做自己 然後讓我感到就是害怕跟懦懦的 有時候就只是這麼小的一件事情 我都覺得他帶來很重要的改變 所以整個拍片的過程 其實也是一種尋求自我的一個過程 就是讓你感覺到說 你跟曹理歐之間的距離 其實沒有那麼遙遠 也許你是透過拍紀錄片 來傳達一個生命的價值 而他是透過他的表演 來分享他對生命的一個看法跟力量 那其實除了今天的導演會客室 在這個禮拜五我們又規劃了另外一場直播 然後會邀請你 跟導演一起來參加 那要不要跟我們預告一下 禮拜五的這一場直播 又會是另外一種什麼樣的內容呢 這禮拜五 禮拜五的時候記得大家 絕對不要打開FB 絕對不要開YouTube 也不用看公視直播 因為上面會有一個長得不一樣的我 因為要被Nifia再次變裝一次 對對對 因為這一次的變裝 就是我們片中的變裝 畢竟已經是變裝後的結果 直接出來 那麼短暫 但是禮拜五的這一場直播 我們會請Nifia幫導演 從頭到尾 從頭變到尾 然後 當然在這個過程當中 也會有很精彩的對台 所以大家除了今天的導演會客室 也可以繼續鎖定禮拜五的直播 那最後再一點時間 再請導演跟我們推薦一下 或分享一下 透過本週五的雙面草禮歐 可以帶給我們觀影者 什麼樣的期待 或者會有什麼樣的收穫呢 我覺得這部片還蠻 可以很搞笑 大家可以抱著一個好笑心裡去看 然後 你可能會看到一些 你從來沒有看過的世界 然後這個世界是可能距離你蠻遙遠的 但是你藉由這個 這個故事裡面 可以看見一些自己的感觸吧 但是你也可以很認真的看 對 然後這個很認真的看 他可能必須要投入你自己的一些感受 一些自己過去的生命經驗 然後我可能最期待的是 在這部片裡面 大家可以去感受到一些 在我們找自己的過程中的那些徬徨吧 然後那些徬徨會藉由Nifia 藉由Leo 你去看見一個力量 是一個drag queen給你的一種自信 對 所以我覺得更多時候是這部片 蠻需要大家投入自己的 然後這個投入我覺得 勢必是有機會在27分鐘之後 跟你的朋友 跟你自己 或跟你的家人 留一點時間跟自己來聊天 這可能才是我覺得片子之後 最重要的事情 那也歡迎大家 有問題的話可以 或是想聊天的話可以 私訊我嗎 或者是在公式計時留言 應該我會去上面跟大家聊聊吧 好 非常感謝姓安導演 今天精彩的分享 陪伴我們度過印錢導賭的好時光 那也別忘了本週五晚間10點 一定要鎖定公式計時雙面曹李歐 相信大家在觀賞過 曹李歐和導演的故事之後 一定會有更多的體悟 那我們節目也會在公式家同步上架 有30天的時間可以免費線上看 那也請大家把握時間 推薦給期末好友 一起來觀賞喔 再次感謝姓安 那也歡迎大家 每週三到五三點 鎖定公式計時臉書直播 透過導演惠特使的印錢導讀 讓你對紀錄片有更深刻的解讀 我們下週三見 拜拜 我們下週三見 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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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見